低密度脂蛋白4.8降到2.2 做好以下三点很管用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低密度脂蛋白从4.8降到2.2 其实这事并不难 记住以下三点就够用了 前两个月有位粉丝朋友通过平台 把检查报告发给我 报告上显示呢 它的低密度脂蛋白是4.8 想让我通过中药条理来降下来 我详细的了解了这位患者的情况 给它叮嘱了三点 第一呢就是养成低盐低糖低脂的健康饮食习惯 这是基础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粗粮 要补充蛋白 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这些蛋白质丰富 脂肪含量低的肉类 尽量或者是不吃肥肉 那样才能够达到降脂的目的 第二点坚持运动 最好是有氧的运动 比如说快走啊 但是要注意保护好膝盖 两个月呢它瘦了十斤 最重要的一点 它是坐席时间规律了 绝不熬夜 这第三点呢就是吃中药 通过我给它开的中药条理 把自身的体质血浴的状况都给调理好了 改善了身体的代谢循环 记住这三点 管住嘴迈开腿 用中药条理 复查的时候 它的报告显示降到了2.2 作为医生呢 发自内心的 为它感到高兴 凭多汤谷 对